社区营造 城乡发展 城市行销 交通规划 社会公平 民主参与 公共的事 民我的事 欢迎收听 公事好好说 公司 厚厚共 公司 呵呵共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 公事好好说节目 我是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的尤尚如 公事好好说节目是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这个节目主要是邀请跨领域 跨世代的不同的来宾 一起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高雄的大小事 新鲜事 一起来好好说说高雄的故事 今天的主题非常特别 今天我们邀请到非常特别的来宾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来看看我们的高雄市的桃园区 有人说高雄市的桃园区是一个真正的世外桃园 也有人说它是一个秘境 也有人他说它的美与众不同 我想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非常特别的来宾 来跟我们一起探索桃园的美 桃园的不一样 那今天首先来为各位介绍今天到场的来宾 那首先我们先介绍我们高雄市桃园区的行农区长杜思伟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桃园区区长杜思伟 安达里西巴巴南 有老师好 是 区长好 那接下来要介绍我们的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生 我们的蔡祥宏 蔡同学 各位先生和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蔡同学他也参与我们高雄桃园区的这个 我们的偏乡的一个发展计划 那今天也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一起来跟我们谈谈高雄市的桃园区 那我想今天我们很难得邀请到千里迢迢 长途跋涉 来到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位我们的杜区长 那杜区长他的经历相当特别 他过去曾经在美国读书 曾经在美国念硕士班博士班 更曾经在我们美国的矽谷工作过 这个相当不容易的经历 但是在八八风灾之后 他选择了回来自己的故乡 回来高雄 发展我们的农业 跟他的父亲跟他的族人 一起来从事我们这个农业的工作 相当的不容易 那我想首先还是请我们这个 那后来当然 区长好像也当选过我们的这个 这个台湾的百大行农嘛 那行农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这个高雄 非常特别也非常能够鼓舞我们 在地农业发展的一个政策 那我想也请区长 请我们的杜区长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当年从美国 然后放弃掉这个高薪优渥的工作 回来高雄 整个发展我们在地农业的一个心路历程 想先请我们杜区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好谢谢尤老师 那这也是要回顾到十多年前 那非常的不容易 那本身不是学农的 然后回来台湾投入这个农业 才知道说原来物农是非常辛苦的一条路 那尤其是没有背景 然后又是开始做的是有机农业 那完全是门外汉 那从这个有机开始在做的时候 根本都不会种 也不会去管理他 甚至在那时候台湾刚刚开始提倡 这个有机的这个验证 所以才是在台湾有很多的资产 都没有那么成熟 那开始投入 真的是真的非常的辛苦 而且是可以用铲蛋的这种来形容 那这过去也非常谢谢很多的人 其实农业要很多的人来陪伴 不管是政府 当时我们的陈局市长 非常看重我们青年返乡 这个区块 那也借力实力 让我们在行销上 在我们的行农这个部分 然后刚好我们行政院 农委会也推着 这个所谓的百大青农 那也不小心被选上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慢慢的认识更多的 在台湾比较先进 比较这些长辈或是说比较厉害的一些农业或是科技的 或是在这个生物科技 然后还有这样的今天 对 我想我第一次看到我们杜区长 是从一个围电影里面看到 就是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都会跟学生放这部电影 那这个叫做行农本色田里的牛仔 我们那个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杜区长戴一个牛仔帽 有点点像墨西哥的这个牛仔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我们的高雄 种植各种农作物 那在这个围电影里面 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是杜区长跟他父亲的一个关系 我想可以请杜区长来谈一谈 为什么那个时候在巴巴风灾之后 您会就是放弃掉美国的工作 然后回来高雄 来务农 在一个完全是门外汉 完全都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之下 愿意投入我们农业的工作 也给我们亭总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当初是回来探亲 那没想到就是遇到了这个巴巴风灾 也是我们 对不起 也是我们桃园区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风灾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全部都被迁到我们那个陆军官校 那我们也不晓得说下一步要怎么走 所以那时候就心细就这个整个乡 因为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 很思念故乡那是一定会的 那觉得说那时候的故乡是 桃园乡是有发展的 我觉得都有很多的温泉 有很多的产业 然后那时候的整个车流量 在进到桃园是非常的棒 但是后来是在经过巴巴风灾的时候 整个都断掉 每一条桥 进到桃园的桥都断了 那时候想说 那我跟父亲的那种家的那种关系 那因为从小就离开了这个桃园乡 那时候桃园乡也是桃园区 在外面念书 然后直接又出国了 所以就觉得说家里的那种关系是比较少的 那经过了这一年的想要重建家园 那当政府说可以回去的时候 我就跟我父亲讲说 那我们要做什么来重建 那父亲就想说从农业开始 因为本身家里有一块 也不说很大的地 就是觉得可以直接这样子 用那个地来开始维生 谋生 可是不幸的是在一年后 父亲又走了 所以那时候 其实心里面就会觉得说 就觉得很舍不得 那也不是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我们的计划之中 只是我们就重要弄 那时候的父亲的身体也很健康 没想到就是人要离开世上的时候 真的是早上好好的下一秒就走了 那我会那时候心里面讲说 那我就决定留下来 那留下来做什么 我那时候讲说 那还是要继续完成父亲的这个 他的想法 他的构想 那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想说 我就想说有一天 我们到天国的时候 还可以跟父亲说 你看 我没有放弃 我还是把你的农业完成 他最想做的就是这个 温室这种所谓精致农业 所以后来也完成了 是 是我想 区长 感谢区长的分享 确实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 风灾 它可以吹得断我们的桥 我们的路 但是吹不断的是 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 家人之间的连结 甚至会因为这些灾难而更紧密 我把以前 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的 觉得很理所当然的这个亲情 反而变得更稳固 更坚固 我们也看到区长 就是为了自己的父亲 感觉好像父亲就这样走了的情况之下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农物接手下来 想办法发挥自己在国外所学的行销的特长 来做我们高雄的在地农业 这个是相当的不简单 我想这个部分 我也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蔡同学 蔡同学在这个桃园区 也有在做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偏向的一些工作 在你自己踏进去 或者是说你开车也好 你从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桃园区的时候 你的感想 你一开始的印象是什么 你觉得呢 大家好 其实在开始做这个计划之前 我自己虽然是高雄人 但是我没有去过桃园 那当然过去我们可能旅游 可能只会到甲仙 到骑山美农这边 大概就是因为再进去就会比较远 那也因为在巴巴风灾之后 那我可能也比较没有机会 能够到南横的更深山里面去 那后来第一次去做计划 真正开车到 大概开到宝来 其实如果说从高雄市出发 其实蛮疲惫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 真的要到 虽然都在同一个县市 但是那个距离 时空距离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遥远 对对对 那在这过程当中 当然去到桃园在地 也跟地方的一些伙伴 还有在地的一些合作社 聊天 还有地方的一些民宿业者 去聊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会发现这个距离 可能是地方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这是我的自己的观察 就是用外面的人要进去到里面 相当不是太容易 我们在学术上叫做 异达性 就是不是很好去 可是我们的时候有时候会讲 就因为不是很好去 或者是说没有太多人去 所以他的环境会特别好 没有被蹂躏过 没有被糟蹋过 没有被大家消费过 所以这个环境也许有的时候 会让人家觉得说 特别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有人说没有人应该是一座孤岛 但是坦白说 很多时候在风灾 这个天灾地变之后 我们这些原乡偏乡 都会因为交通的关系 而成为这个比较难以联络 或是比较难以接近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希望 透过蔡同学 跟这个所谓的 我们在公司所的这样的一个 偏向的计划 可以让大家更了解 更深入去体会 更深入去能够感受到 我们桃园之美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还是想要来请教我们杜区长 这个从行农变区长 相当不容易 我们杜区长本来从务农的工作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区长 这个原民区要选的 因为我们高雄的行政区里面 比较特殊 我们原民区这边是要用民选的 那我也可以在这边 想要来请教一下我们杜区长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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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选区长 您是怎样一个心路历程 决定要投入这样的选举 从一个本来的一个农夫 变成我们这个桃园区的行政长官 OK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杜区长 OK 那其实是有一次有登山客 来到我们桃园区 就讲说 就跟他聊天 我说 你好吗 这边喜欢这里吗 他说 我二三十年前有来过 但是我发现到他都没进步 那其实那时候我就想说 没进步 是好还是不好 那当然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没进步 好的是他保持原貌 就刚刚我们尤老师讲的 他就是这么的自然 非常的森林 那也就是一个好处说 他没有完全被破坏掉 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 没有被破坏 应该算是好事 对于我们整个山林来讲 应该算是好事 因为其实他还可以有更多的发展 那我们要发展的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是也是 在重新农业的时候 有看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那在不同的 这种 寻讨之下 我想说 来试看看 然后先从 四年前先从明代 四世水温 然后 也发现到说 大家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 那四年前的时候 是民意代表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在为民发声 就为民就 就这样子 然后就想说 过了四年 我想说 再来看看 区长的工作 应该会更有能够 统筹的分配的 在那个位置上 可以统筹分配 把一些款项 放在对的位置上 来服务更多的 我们的桃园区 所以 从今年开始 在去年 就开始投入这个 区长的选举 那也非常谢谢 很多的年轻人 给我这个机会 虽然 我们都还在努力中 其实施政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 没有钱 就等于什么事情都做不来 那原乡的统筹分配也不多 那在有心的资源 的情况之下 你要去把它分建设 农业 民政 还有很多的活动 还有图书馆 还有社会行政 社会的 所以一分开下去 其实钱真的是不够用 那 那来透过写计划 那不一定拿得到计划 那中央那么多的乡镇 要去争这个竞争型计划 也不一定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资金也很困境 所以要拿到高雄市政府的资金也不容易 所以其实都是在很困难中 把桃园要再投入这个施政 那尤其最困难是说 八八风灾之后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在停滞了十年 因为整个桥都断了 我们停滞了十年 人家进步十年 然后等于我们人家倒退人家二十年 那也非常的敬佩我们的谢前区长 还有以前的长辈 他们的不管是议员等等的 他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些事情 那我想桃园的有一天总是会进步 但是它真的是比较慢 是因为它八个里 然后它是整个高雄市面积又最广 它整个涵盖了整个中央山脉的南玉山的部分 然后一直到六规区 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的占地 然后我们要把每一个里都照顾得好 是非常不容易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民意代表 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高中的议员 还有我们的代表会的主席 副主席整个都在很努力的在外桃园区在努力 对 这个谢谢我们这个杜区长 刚才也分享了很多这个甘苦谈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 投身公共事务是凭借着一股热情 一股冲劲 想要让自己的地方变得更好的那个使命感 才愿意从这个农夫变区长 那这个投身公共事务之后 可能就会发现很多这个持家的困难 然后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个进步 跟那个服务的品质有提升 这个很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也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蔡同学 在你的感觉 你在桃园区 你看到的这个桃园的这么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好 人文资源也好 你有没有想一想就是在这个公共事务上面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去更有一些贡献的地方 还更有一些投入的地方 你觉得呢 像我们进入到一个偏乡或是说在一个准备要创生的地方 那大概我们都会探讨到就是说 其实地方的永续性都是最重要的 因为举例像桃园来说的话 地方有很多好像文化资产的一些可以开发的点 或者是自然资源的保存 其实地方都非常有 而且相当有潜力 那除去到过去风灾所破坏的地方 其实他们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做复原 那这是非常有潜力的 只是还是要回到一个重点 就是老师刚刚所提的 那人的永续性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如何透过在地的培训 让地方的人有办法能够持续的发展他们的创意 然后结合他们在地既有的资源 这个可能是我们从公共事务的角度去切的时候 要去做创生的一个根本 就是人才的永续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含像基本的一些培力 或是说温室的保存 这都是相当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进一步的开拓产业 像是旅游的产业 如何让它的油层加值 或者是说让在地的农产品 去结合更多的通路等等 这些可能都是未来要发展的挑战 对这个香红讲得很好 有关于我们怎么去赔力 怎么去吸引更多人才 像这个我们渡区长这样的人才 这个流落在外太久了 总是要返乡回来 来跟大家做一些地方的一些耕耘 这个相当重要 那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目前 像原乡也好偏乡也好 所面临的一个课题 就是人的东西 人的问题 那我也想请教我们渡区长 这个当年您可以这样子回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鼓励 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去在返乡 或者是说 像刚才区长有提到 我们当年有讲一个青年 可以回来当行农 这个嘛 也鼓舞了蛮多年轻人的 来务农 觉得务农不再是过去的那一个 好像感觉我们没有发展 或者是说好像做什么都做 不知道做什么才去务农 或者是说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前途 我们的一个形象 其实它也是一个可以让地方发展的非常好 也是一个产业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济的来源 那也是一个值得去耕耘的工作 那我想要请区长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去鼓励我们年轻人回乡 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非常好的提问 那人力的栽培 当然 那我是自己亲身经历过 那我想说在一个 知眼非常稀少的一个桃园区 路那么偏远 你要把一个人才留住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要栽培 在那边地方栽培 你要有十八般无益 像我之前也是如此 不仅是要会种 要会行销 然后也要会懂得生存 在那个几年前 七年 前面的七年 几乎都是没有什么收入 那还要去兼打工 去一大教书 去找很多的客来兼客 甚至要去做一些工程 为什么 你要留在山上 你要留下来 那要用不同的方式 因为你没有生存 你没有机会 你没有其他的这个 比较能够便利性 可以取得你的 你的财经的 finance的这个资源 所以要留下来 是非常困难的 你要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经济的支柱 你才可以留下来 那其实我看到这几年 有很多年轻人愿意 有尝试回去 但是又半途而非 又回到乡下 因为可能还有孩子 还有养 那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完婚 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那因为你的经济没办法独立 你没有办法 support你自己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在那边生存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要人力的栽培 但是人力真的是很困难 如果说要回来的话 那再话说回来 就是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年轻人 那因为我是亲身经历 所以我一直都很愿意 从不同的角度 在站在这个公部门的这个角度 来去支援我们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也要他愿意 然后年轻人也要他肯放下 因为其实在这个有限的资源上面 大家去取得这个资源 有很多不同声音 你才知道说要帮他 哎呦这个土利不行 要一个team 那一个team 要几个team 谈何容易啊 在原乡要找一个team 大家一起饿死也很难 所以其实 当然我们都还在试着当中 其实有几个现在年轻人 有慢慢的被我们培养 被我们栽培 那我觉得还是 因为当然不是说每次马上 每次的投入会看到很快的果效 但是我觉得种子是很重要的 慢慢慢慢的 对 对这个其实整个我们要让年轻人回来 这个怎么留下来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一个就算他愿意回来 但是怎么留下来 这需要很多力量的支持 很多力量的支撑 可能也许不是只有政府 可能还有相关的产业 还有学校 大家都共同来去推动这样的事情 才有办法让年轻人 愿意留下来 否则我常常在跟同学讲 我说我们的这个地方创生 如果这个做不好 还是说这个年轻人在这边受到一些挫折或打击的话 很容易创生就变成创伤了 让他感觉好像是不是我回来 回来我的家乡是不对的事情 我们都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都很希望年轻人愿意在自己的家乡 然后想办法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 这是我们在 无论在公共事务也好 在创生也好 都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层面 那接下来我想还是要请祥宏 等一下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 你在桃园的所见所闻 因为桃园是我们这个 坦白讲高雄市最大 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各位听众可能都不知道 也许你以为我们最大的行政区 是三明区 是凤山区 不是 真的是我们的桃园区 而且我们的桃园区又分很多的部落 它的这个整个人文资源也好 自然资源也好 都相当的丰富 我自己有去过很多次 那不得不说 真的去是一件蛮遥远的事情 以前像我们要去桃园区 要去会堪 去探堪 那去就要快三个钟头 回来又要快三个钟头 一天就没有了 去那边去宝来 然后再吃个饭 那一天就结束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这样一个地方 它有怎么样的一个秘境 怎么样一个值得我们再去多发掘 多挖掘的一些资源跟魅力所在 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去想办法要去找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祥宏你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点点 这个这个 这个你觉得桃园这个有魅力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好 那 但最近如果谈到桃园 一定会大家都会联想到像二集团的櫻花 非常多的游客 也是近年来我们不管在IG上 在脸书上看到大家打卡 分享非常热门那个景点 那像二集团宝山 宝山那个部落这边 还有它的樱花公园 假日市集等等 还有甚至在更往上市 藤枝 也是最近才刚 这一两年才刚开放 现在目前好像不用预约就可以 可以去了 这些都是非常棒的景点 那当然这个还是属于在 我们讲桃园更外面这边 就是还没进宝来 那进入宝来 直到桃园的区里面之后 我们还是会再继续往上 直到梅山口这边 其实在路程里面 我们会看到像是 爱遇的 手作爱遇的一些体验的DIY 其实它是比较散落的 散落在各个部落之间 那每个部落都有 它特殊的一些景点 那也像是 一些原住民的风味餐 一些原民的料理 包含像他们自己做的鱼 烤鱼 用那个叶子包的 还有那个全猪的料理 烤卤猪 甚至烤鳄鱼 这种比较特殊的原民料理 都是在都市 甚至外面比较难见到的 像我觉得像这些 进去踏查之后 发现到的这些资源 都是未来 我们可能接用的游城 去把它推广了很好的一些素材 对这是在地的一些特色 那包含像一些手作的DIY 竹编 甚至说带小朋友做的一些竹枪 他们在地在做一些文化培训的功课 其实都是 像我们从都市人进去到 这个原乡部落里面 可以来做体验的很好的材料 这样子 对 好谢谢祥宏 那祥宏刚才讲了很多这个 他在桃园所发觉到的一些 外面比较看不到的东西 那也许等一下下一段节目 我们区长会跟我们分享更多 他觉得桃园有什么 我们一定要去看看 一定要去这个这个 亲身体验的这个魅力在哪里 我想这个是我们下一段节目 等一下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的一个重点 那好的 那我想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继续我们的公式好好说 同学同学后对一点 你这样子很危险耶 是哦 我以为站在这边也可以耶 同学在路口等红绿灯要站在人行道上 路上车子很多 如果站在司机视线的死角 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意外车祸哦 这么危险哦 有些转弯车会抢黄灯而且撞到行人 尤其在下雨晚上或视线不清的时候 要更加的小心 谢谢老师帮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老师再见 路口危险多 行人当心走 高雄943关心您 高雄春天艺术节 最经典时空穿梭电影《回到未来》 将在草地音乐会大荧幕演出 由史蒂芬史皮博金智 米高福克斯主演 看他如何利用博士发明的时光车 拯救父母的爱情 3月9号 10号高美馆草坡上 随着高雄市交响乐团演出的乐音 来趟时光冒险之旅吧 文化币购买另有优惠 快洽OpenTix购票 以上为高雄市文化剧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政府新闻局长向彬河 突破传统文化习俗对性别角色的限制 缩短各领域的性别落差 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社会 担任决策角色 并发挥潜能及影响力 是政府机关持续推动性别平等 永续发展的重要工作 尊重彼此的差异性 各自发挥潜能 让我们共同刻画性别平权的多元样貌 欢迎继续收听最温暖的电台 FM94.3 AM1089高雄广播电台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后的马迹 空中传练一起 分享点点滴滴 FM93903 FM93903 你最马迹的电台 公共的事 您我的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 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的 公事好好说 欢迎回来公事好好说节目 公事好好说在每周一的下午五点半 进行到六点半 在这一个小时当中 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公共事务 一起来好好说我们高雄的大小事 那今天非常特别 我们邀请到这个高雄市桃园区的杜思伟杜区长 以及我们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的蔡祥宏 蔡同学 那我们一起来探索 我们一起来挖掘高雄市桃园区的美好跟魅力 那接下来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杜区长 那在桃园区刚才祥宏也谈了非常多 我们旧一个外来者 旧一个从来没有去过桃园的人 他对桃园区的印象 那对于杜区长来说 对您来说 桃园一定是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您这个离乡多年又回来 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您觉得桃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那为什么大家都 您认为大家要值得来去一趟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说 好像一辈子都应该要去一趟的地方 很多高雄人好像都还没有去过 甚至都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 还蛮可惜的 那可以请杜区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桃园的魅力所在 是什么样的一个秘境 真正的世外桃园 好 是的 谢谢佑老师 那其实真的 我自己有时候在市区 跟朋友分享说 谈到说你从哪里来的 我说我从桃园来的 你从北部来 你怎么这么远 其实还要跟他们解释 说从六归郡去 六归郡去 是不是还到甲仙 其实甲仙也可以 就到宝来 所以要去解释一下 因为真的在桃园过去的那种形象广告 或是大家对桃园 其实真的都不太了解 那其实我们桃园有两个支线 一个是往到六归 那个我们那个 以前的孤儿院 就是以前的三地医幼院 那边有一个藤枝领导 上去 那是另外一条支线 那是到藤枝宝山 二集团 就是我们刚刚同学讲的 这个樱花公园 还有藤枝森林游乐区 那另外一个支线 就是在继续沿着这个27 一直往宝来 然后一直到眉山 其实不是都到眉山 这种桃园区是到雅口 所以其实它更广 那我们先从这个 第一个支线 那这个我们知道那边 除了樱花非常漂亮之外 其实我们也开始在培训 当地的这个 那个 那个发地方的那个叫什么 我突然忘记了 发展协会对不起 发展协会 来让他们有 从没有到有 就是他们让他们自主去 运营管理这个樱花 就是用有心的资源 让他们在地赔利 他们的那个发展协会 然后他们现在有开始有接驳了 有接那个接送 从以前没有的 那边的资源 森林生态资源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林务局的这个 藤枝森林游乐区 那边真的很多那种 很珍贵的树 然后可以去呼吸到 非常好的这个森林域 那另外一条支线是 我们长老龙溪 老龙溪支线 它更丰富 那更丰富 一直到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喜欢爬的南横三星 两天就可以收集了三颗百大的那个百月 那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在各个部落 其实都很多点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桃园 他从他的人文故事 他的产业 真的非常的丰富 其实桃园它是一个宝地 过去其实我们每一个部落 他都有他的温泉 你从宝来一直上去 每一个部落都有他的温泉 其实他温泉的那个非常的丰富 只是因为巴巴蜂在之后 把这个温泉买在这个很深的这个河底下了 所以要把它抽上来也是不容易 那就是人文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的桃园的故事是非常的非常的多 那都在抗日英雄 或是在整个警备道 我们还有很多的故事 在这个古道 警备古道上面 其实都可以去发展它 然后在我们的产业方面 我们的产业其实是像现在快要成型的 这个结果的就是我们的梅子 目前是全台湾产量最多的 那我们的爱玉也是全国产量最多的 那还有我们的金黄芒果的品种 也是全国产量最多的 那我们还有山茶 还有咖啡 还有红肉里 所以还有爱玉 所以这个整个从三月开始 大家一直农忙到年底 所以整个桃园 桃园其实它是因为地大 然后人民也很勤劳 都喜欢务农 所以其实在桃园 不管是在人文 在故事 在产业其实都非常的丰富 是 谢谢区长 跟我们的分享 桃园确实有这么多丰富的农作物 那也有这么缤纷的樱花季 这个都相当吸引人 在我们新闻后好像常看到 这个樱花盛开的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的塞车情况相当的严重 大家都挤去看 那可是在平常的时候呢 也希望大家 不要每次都只有这个开车 就到七三美农到六轨就停住了 都没有再继续往前了 我们里面还有非常丰富 而且漂亮 而且有魅力的桃园在里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我想要这个请教我们 那个蔡同学 你那个你在进行我们的这个计划的同时 你也看到了非常多这个我们的丰富的资源 跟农作物 那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跟我们这个在地的这些 发展协会也好 或是在地的农家 或是在地的商家 也有做一些探访 那在你的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 有趣的事情 或是说你的故事 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举一个 我们去地方盘点 那还是从实际住行娱乐 开始去找 那在住宿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找到当地的一个民宿的业者 那这个民宿 就像 我以为偷笑 那这个姐姐她可能本来就是做民宿业 但是她其实 我们那天找她的时候说 你在哪里 我们她原本说她是在建山部落 结果她说 没有她现在在 眉山那边在工作 我说为什么她要去那边工作 原来她在平时的时候 她的工作其实是 还有兼其他的 像工地的工作这样子 就是发现说 其实在当地确实要创生 或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的时候 其实他们可能本身要生存来讲 有一些挑战 那当然在过去她也提到说 其实他们以前在做 游览啊 或是说像是民宿啊等等 其实都是非常 非常多人的 甚至鼎盛的时候 可以五六十个人 一个晚上都有 那当然她也提到说 像今年来南横陆续通车之后 会有很多过路的客人 他们可能骑车累了 会愿意在桃园这边停泊 然后再住宿 那只是卡在的时候 当地可能会遇到一些 挑战的地方点 就是她有一些民宿 她可能在希望在合法的过程当中 受到了一些挑战 或是说 其实她也想要认真的去经营 但是可能面临到 她的下一代可能没有人要接手 等等的 所以这些都是 我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 看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她可能一个人 要经营很多个工作这样子 对这个一个人经营很多工作 刚才我们区长也有提到 她返乡的时候 也为了要生存 为了要留下来 什么工作都去做 什么事情都愿意尝试 才有办法留在自己的家乡 这确实也是一个 对于我们青年返乡 或者说要想要在原乡留下来的时候 的一个蛮重要的挑战 不得不说 所以在这个部分 区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像这个 我们的相关的旅游 或者是观光 或者是说现在很流行的 像是什么农业观光 低碳观光 这些比较 我们有永续概念的这些 这些旅游的一个形态 那也想跟区长来请教一下 我们在未来 我们桃园区 无论在资源的部分 或者是说在相关配套的部分 我们还有没有还有更多的一些进展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还需要 怎么样的一个配套的措施 来促进来推动 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光的发展 好来请教我们杜区长 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点 那回到公共议题 那真的 刚刚同学讲到的 就是这个民宿的合法化 或是我们现在比较夯的 这个录影区的合法化 其实这个就回到说 这个土地的实用 那我们觉得政府在看待 原住民的土地的这个角度 其实常常都是会 不知道不了解 我觉得我应该想说 用不了解的这种角度去看 那比如说像最近在114年 我们有一个国土计划法要通过了 那它是由上而下的一个政策 那其实在原乡 他们没有到经过原乡的这种声音说 到底你们的原住民 你们土地 你们在地受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才去解决问题 所以其实大部分现在原乡的房子 都不是建地 又回到就是说水保 又回到这个很多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要让它怎么合法化 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民宿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露营区 都没有一个合法的 那现在说政府 没有我们有释放 我们有释放九大 九大这个压缩到九大 你只要九大里面的 你都可以通过 但是你只要种一个 你都不能过 第一个水源保护区 第二个土石流区 警戒区 那几乎都种了 所以你要怎么去让它发展 就是在建筑 这个建地使用的议题上面 也是如此 其实我们很多的部落 其实已经在那边地方升更了 大概是有五十年六十年 从国民政府来台湾 甚至是在日记时代的把我们形成一个部落 那大家就是在扩展 其实地也不够用了 很多地其实不够用 那其实很多原住民的他的生活的习惯 他喜欢在旁边有一块自己的地 再盖一栋房子 但是那边又不是建地 然后国土法又没有去倾听 有地由下而上的声音 所以他把它套在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土地上 现在有房子的我们就把它建地 那旁边的就不是建地 那其实国土法不是就是要 解决我们人的居住的问题 所以在原乡 他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在经营方面 你说整个桃园区 其实也是有人想要经营 这又怕受罚 那盖人又不是建地 然后盖人又被罚的话 其实他还没有开始有收入 他就是要开始被罚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也是有的 所以回头过来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桃园区的发展 不管是要让它在观光旅游上的发展 其实也要有一个好的配套措施 让也希望政府听到我们这个声音 可以知道说应该在对原相的国土计划法 应该是由下而上 但多听在地原住民 他怎么使用这块土地的 不同的想法 因为他在这个土地上 他很多年了 他也知道是哪一边是危险的 他也知道哪一边是不危险的 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观光的角度 其实我们要怎么建设 很多人说我今天要来桃园 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 它的硬体设备也好 它的软体设备 但是你又不能乱啃乱挖 所以你要怎么去发展 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 是 这个区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尺 去量别人的长 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框架去局限别人 就好像是刚才区长有提到的 我们的国土计划法 在这个相关立法机关都做完了这个所谓的立法程序之后 但是往往会忽略掉很多我们在地特殊的 也许是他的生活形态 也许是他的特殊的一个生活方式 他的习惯等等的 这些假设都没有被纳入考量的话 很容易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像是我们也常看到 在返乡回去这个地方创生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因为像民宿的问题 像是这个到底要几个房间 还是旅行社的问题等等的 就会让很多这个本来满怀热情的青年 在看到法律的时候 在被执法者叮嚀的时候 热情就被浇灭了一大半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做相关的这些 无论是政策也好措施也好 都必须要去面对要去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想要来问问我们的想法 就是你在探访的过程当中 你对于这个坦白讲 我们八八风战之后 从一片荒芜 从这整个被破坏进展到现在 我想那是一点一滴的在做 那确实也相当的不容易 我们区长这边 我们整个部落这边 因为资源有限 我们有限的资源一洒下去 这么面积广大的地方 也许很多东西都会变成看不到 修一条路也好 修一条产业道路也好等等 这些在我们发展相关观光的时候 都会是重要的挑战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祥宏 那你自己的这个想法跟看法是什么呢 是 其实要复原这么大一片的一个 横跨这么大面积的 这个确实不容易 像老师上课之前就跟我们讲 你一笔资源你要投估在这么大的 大的面积的行政区 你光是修马路跟插路灯 大概钱就快花完了 所以其实要去维护它是非常困难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感动一点 就是说在跟公所啊 或者说跟地方的伙伴在聊天的过程 其实你会发现哦 他们在地人其实是没有放弃哦 不会因为说熬可能先天就比较偏远 一达性就很困难 那再加上可能会偶尔有这些天灾哦 那他们其实也没有放弃说 哎这个地方的一些未来的契机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像我们这些外面的团队 进入到在地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要件 就是地方的人要愿意配合 或者说地方人要愿意协助 我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协力关系的时候 其实在推动不管是游城的发展 或是发展在地的一些辅导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好的 这是最最主要的要件 就是看见地方的真的任性 是非常好的 对这个任性也好 赔力也好 或者是说协力也好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发展地方的时候 必须要去面对跟思考的 从此也在沟通跟执行的过程当中 都要有很细腻的一些配套跟操作 那我想接下来还是要请教我们杜区长 我印象很深刻 我之前在邀请杜区长 在我们原乡的一些座谈会里面 我曾经有一 他有讲过一段话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说 这个我们常常在讲 我们帮原乡偏远的地方修马路 如果你只是把它看成 是这个市区跟偏乡的一个通勤的道路 那你就好像感觉是 你只是你花了很多钱 然后给不是很多的人用 可是如果你是站在一个角度是说 你盖了这条路 你盖了这个马路 你做了这样的一个桥梁 你是让这些没有经历过 没有接触过这个地方的人 有机会去看一看 我们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市外桃源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无价价值非常高的一条道路 这个是当时区长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还听了也蛮感动的 我还觉得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花钱 在我们在做一些相关建设的时候 我们的角度往往都会受限于我们这些所谓城市人 或者是所谓这个天龙国人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法令制度的这些框架里面 没有去思考到很多其实在这些预算之外 我们应该要再去衡量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常常这个也会要跟这个区长这边来做一个请教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思考点 也许可以再请区长跟我们多分享一点 我们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用什么样一个态度跟观点 来去看一个这个所谓偏乡地区的发展 无论是交通无论是观光 无论是农业各个面向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议题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而是议题跟机会 我常常这个要请教我们的杜区长 是 好非常谢谢 那刚刚回到讲谈到农路 那像去年从苏瑞台风 进来 然后那个月好像四个台风 我记得好像一两个月就四个台风 那台风来了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下一个什么时候来 所以我们就马上把那个农路把它通了 没想到一两个地方又来了 同样的地方又断了 又再修一次 那又来了 又来修一次 所以钱下去了没有 那其实对 我当时在聊天的时候 有跟有老师谈过 一条农路可能对大家来讲 它是一条路 可是对于在原乡的人来讲 它是一条回家的道路 或是他的生命 他的经济的来源的道路 所以这又不断的这些去抢修 不断的抢修 那原乡就是这样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说 我们已经把这个钱拨给你们了 拨主了 你们应该够 但是其实他 在这条路里面 他的含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很多的人又需要这条路 就像一个要回家 一个南横公路 对我们来讲很简单 就是把它的路修好 但是多少人 有因为这条路还不能回家 没办法安全的到家 甚至可能 在这条路当中 要回家的时候 受到生命受到威胁 可能要落实 然后就觉得好像回家非常不安全 那年轻人他就会觉得说 我要回家的路怎么会是这样子 所以长期以来 就是在处在这样的状况 那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讲 真的就是会受到很多的这种冲击 对 是 谢谢区长 跟我们分享了 我们现在在地的一些心声 在地我们这些 大家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跟克服这样的一个难题的一个看法 那我想接下来也是要问一下我们祥宏 请祥宏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个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所谓的偏乡 跨部门资源整合的一个交通运输的一个服务的计划 那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那也可以跟我们区长这个 这个这个沟通一下交流一下意见 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上面 还有没有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OK 是 刚刚区长有谈到在这个桃园有两条线可以走 一条是走这个现在比较夯的宝山 跟这个藤枝之一条 樱花公园之一条 然后另外就是进入到桃园 甚至桃园的市中区中心这边的一条道路 那我们现在的计划是 就是我们会结合高雄市既有的一些交通资源 像是在地的幸福小黄啊 还有像六规快线这样子的一个 从都市到偏乡的一些接驳 那到了偏乡之后 到六规之后 我们会用在地的这个幸福小黄 作为一个激动的运输 那主要的计划呢 就是会在六规这边当一个节点 那再送我们高雄的游客呢 到地方去体验在地的一些人文手作啦 像是竹编啊 包括像DIY爱玉 怎么去手洗爱玉啦 然后还有体验地方的风味餐 风味餐等等 还有夜间的部落导览 就是看地方的一些 像星空啦 或是生态啦 的一个导览的游城 那第二天就会带大家到这个藤芝 藤芝圣游乐园区 跟这个宝山的樱花公园 做这个也算是踏青 的一个轻旅行 所以像讲天一夜的轻旅行 其实我们在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游城的时候 其实讨论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它本身的异达性 那像是如果我们今天是高雄市人 要去到桃园去玩 像我自己本身开车过去 可能要两个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左右 其实很累 那你如果说你要自己去那个地方玩的话 你开车的人可能就很累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子一个 接驳的游城的话 那相信它是会对 比如说假日 亲子旅游 家庭和家出门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晚上也会夜宿在桃园区的民宿 那晚上这边也会有一些 像烤地瓜啦 像唱歌啦 像这样子的一些 简单的修行的亲旅游 感受地方的人文跟自然生态这样子 是谢谢祥宏 跟我们分享 这个我们这个偏乡的这样一个计划的推动 那这个听起来是相当信任 这个也感觉啦 好像很值得我们去桃园做一个体验 那相关的资讯 我想也可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中山大学的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的网页 或者是脸书 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 在那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我想最后还剩一点点的时间 是不是请我们的杜区长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未来的桃园 或者是说您心目中的桃园 您应该要 未来要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继续要推动的 有什么样的期待 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那当然目前还是需要资金 就是没有钱的话就没办法做事 那也希望从这个 透过这个空中 可以让我们的上级单位 也听到我们的心声 就是资金让我们有点充足 然后慢慢的改善 我刚讲到就是 我们是停滞了20年 那正在努力当中 需要很多的资金 来去像硬体的设备 软体的设备都要去追上 那当我在去当区长的时候 我一直希望说桃园 它会是一个高雄的后花园 它是唯一的后花园 不管是在拉郡 高雄当跟市区的距离 我希望它是可以变成 高雄市的一日的后花园 在很短的时间早上去逛一下 它就可以拿到它新鲜的蔬菜水果 它可以变成是高雄市的冰箱 去那里都可以取得到最新鲜的一些 不管是农特产品 那去致应你们一个礼拜的家庭所需要 那也可以在踏青 在透过森林 透过自然的这个美景 就去完成你的一天的一个周末的一个辛劳 这样子 是 谢谢尤老师 还有我们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生 我们的蔡祥宏 蔡同学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听 那公共的事 你我的事 公式好好说节目 我们下周一下午五点半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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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好好说 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 合作直播 每周一下午五点三十分 进行到六点三十分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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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